南居国税局台东宪分局表示为了要简化综合所得税的申报程序 今年一样要继续提供税额试算的服务 那税人只要符合条件且要提出申请就会收到通知书 相关的细节及符不符合条件 民众得多费一点心思 或者银行把它缴掉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要退税的或者是不补不退的呢 那这时候如果退税的话你只要在我们的那个所付的这个税额试算里边 你填上你的要退税的账号 那以人工或者是网络跟国税局确认这样就OK了 自行打电话询问 而申请的日期从2月15号开始一直到3月15号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申请 别因为一时的疏忽而丧失了国税局便民的服务机制 东台新闻张玉成正慧如台东市报道